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邱尔哥 今天您可真得着了 有一位粉丝给邱尔哥私信 说在你回敏店吃一道扒胸口 非常好吃 说什么,得让邱尔哥呀 给他安排一下,让他在家里边也能做 首先,咱们准备一块牛胸口 邱尔哥今天买着牛胸口肉啊 肉质偏瘦,不是特别的肥 因为邱尔哥私在的城市比较小 你要那种纯回敏店做那种 比较肥的胸口确实买不着 然后咱们简单的把胸口加工一下 冷水下入牛肉,先把牛肉焯烫一下 水烧飞之后啊,咱们把这浮沫打出去不要 然后再把牛肉煮两分钟,捞出来 咱们放入高烤锅里边 高烤锅里边咱们加入开水 水一定要没过牛肉 这样炖煮的时间能缩短一部分 然后放入大葱 生姜片 白芝两片 香叶三片 桂皮一克 大料两瓣 再放一点胡椒粉 好嘞 高烤锅发呲呲冒气的状态,咱们开始计时 压40分钟 现在的牛肉已经压40分钟了 然后咱们再焖一个小时 要是不压的形容下,直接糊熟去改刀 改刀时,切的薄厚不好掌握 这一压板针之后吧,改刀非常容易 咱们把牛肉切成片 不能切的太薄也不能切的太厚 大概在三毫米左右 这么厚的片就可以 这些肉基本就够用了 咱这一块肉啊,怎么也能出两份 然后咱们先摆盘 咱摆盘的时候啊,要一片压一片 咱们给它码成圆形 现在边上碎肉放在中间 提前泡好的黄花菜 咱们放在中间 料头,咱们切点大葱花 好 放在码刀里边备用 再准备一块生姜 把它剁成姜沫 跟大葱放一起 咱们做耙心口 首先第一步必须把锅先提前预热 然后加入一勺食用油 把食用油淋满锅壁 把锅充分的溜透 凉油烧热之后再把油倒出去 咱们再次加入少许底油 放入葱花姜沫 先把料头炒香 然后先关火 咱们大家炒菜的时候啊 葱花很容易炒糊 其实就是经验不足 你锅比较热 现在以葱花下锅油温上来了 先把火关了 用锅的余温把葱花炸香 然后生锅边烹入15克海鲜酱油 再加入2克花椒面 生锅边烹入8克料酒 挥发蒸香去腥 再加入一勺清水 放入8克蚝油提味提鲜 老抽3克调底色 然后咱们把牛肉下锅 咱这形状不能破坏了啊 加入2克鸡精提味提鲜 再加入1克胡椒粉 去腥蒸香增加符合味 精盐2克调底味 白糖1克提鲜 增加回味 汤烧沸之后 咱们改成中火 喂煮1分钟 让牛肉充分的入味 牛胸口喂煮1分钟之后 打点芡汁 一定要薄芡啊 咱们打芡的时候 要一边打 咱们一边晃晃晃大勺 这样芡汁挂得更加均匀 视频露到一半 邱儿哥出来露个脸 如果大家我手机还有电的情况下 希望大家能给邱儿哥 视频的下方大拇指 给邱儿哥送一个免费的站 邱儿哥在这里边 先感谢家人们的支持 然后咱们胜过边 加入少许调料油 然后咱们来一个大分勺 好嘞 芡汁非常饱满 好 这样咱们就可以出锅中盘了 然后这上面这撒的小绿葱花 点缀一下 盘行口做好了 说句心里话 这道菜全鸽馋老汉时间了 老都想吃这道菜了 先品尝一块 看看有没有食欲 芡汁包裹的非常匀称 非常靓丽 太香了 泡门 难怪这道菜在回民店卖的那么火爆 无论大店小店 似乎是清真店或者是羊汤馆 没有不卖这道菜 基本上十个人都有酒都能爱吃的 太香了 喝酒下饭都没毛病 黄花菜口感非常好 非常脆 如果大家伙在家里边制作的情况下 不会像圈哥那大番勺 咱们也可以不反 其实来个大番勺 主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呀 黄花菜盖到牛肉的下边 看着更加的美观 咱家庭里边制作就无用了 反正也不影响味道 对不对呀 那么好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期视频能对大家伙有所帮助 希望大家能给圈哥留下一个免费的赞 圈哥在这里边先感谢家人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